大家好 由轉身一變來到中環的萬二大廈103號鋪 有時間可以來參觀一下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甚麼手錶 就是Luminos 因為今次Luminos和海後突擊隊 推出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手錶 叫做Navy Seal Foundation 我們多說一些 其實Luminos為海後突擊隊 合作為海後突擊隊 由1992年開始至今 已經很久了 因為本身Navy Seal是美國最艱辛的 最強的一支軍隊 對一個軍隊 對他們的工具要求很高 很艱辛 他們一定要在可靠性和內容性上要很高要求 而Luminos幫他們從1992年建立到現在 其實在品質上 一定是要達到他們的要求 才能夠合作這麼久 而今次Luminos 就和Navy Seal的Foundation 其實是一個基金會 對一個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 其實它裏面是做甚麼的 我們就不太清楚 不過它裏面有本類似說明書 可以再解析一下 就會說回他們其實是做甚麼 現在呢 回轉題 我們就看看錶 對 看看錶 你看這錶多漂亮 是國王的新錶 看不看 這次的錶 其實就是在這裏 它用了今年很流行的Earth Tone 沙式製造錶面和錶帶 都用了Earth Tone來搭配 當然它都會配上一個他們自己一路來主打的Roverband 還有其實這顏色我覺得是真的很漂亮的 因為你看起來的感覺 很有打窩遊戲的感覺 還有這個椰光的孫氣燈就是大藍 看不清楚 對 先蓋住 這次它用了T25管 它用了兩隻色 是黃色和藍色 現在看到時針分針和12點位是黃色管 其他黑度的位置是藍色管 這個手錶的尺寸是45mm 除了剛剛說完氣筋之外 其實Luminos來說 它一向的錶殼都是會用Carbonose去製造 而今次這款的Basel就用了 Standard Steel 不是Basel Basel就是用了Carbonose Basel也是用Carbonose去製造 而Case它本身是用了Standard Steel 而戴上去的時候這個質感就會大些 對 比之前的Luminos 可能人們會覺得有些輕身 而這款因為它的錶身也是用了 一手錶去製造 所以會比較聚手 有些質感 它這裏也寫了 也有著名Luminos Nervy Seal的Fundation 然後200米防水的 即是Water Resistant 大致上也有提及它的吸引 藍寶石的面 這支手錶 而另外一款 就是這個 全黑色的Chronograph 它本身有什麽特別之處呢 除了是全黑色 它的carbon殼也是Carbonose 我們是否看到這裏 位置有兩項字 一個紅色的標誌 等一下 看不清楚 先擦一擦一擦 擦一擦一擦 擦擦一擦擦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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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Smooth is Smooth 以及Smooth is Fast 其實就是在說 海後突擊隊的新成員加入的時候 他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訓練 其實這就是他們本身的口號 例如我們之前也推介過Aspartan的障礙菜 我們可能也有一個口號 就是Who are you? We are Aspartan 其實這就是一個正面的口號 它的特別就是在於這兩個自寒 它的外殼也是Carbonose 它本身防水都是200米 它的尺寸是45mm 這個就是背部 這個錶面是用了Mineral Crystal 只要都是用了Rubber Band Luminos其實很多人都認識 它本身都是玩開一些穿氣燈 玩開電子 又可以去潛水 基本上這個手錶都可以用 它這個手錶 而這次我們推介這個 也是一個熱賣款 因為沙式這個是特別版 本身就真的非常少油 而另外這個就是計時碼錶 如果你們想真的看實貨 沒有問題 你可以回到我們的中環環宜大廈 103號或佐登余華各個 中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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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可能回收物料 你說其實它應該是去年開始已經使用了 是呀 去年年終還是年尾 就已經開始有這個特別推出 首先有這兩個款 然後出了人在野的版本 代言版本 其實都比較特別 近來的Luminos 那些物料用料上都是以環保為主題 剛才都說了 如果真的想去門市看的 就以上那兩間 如果你說在外國朋友 譬如新加坡、西亞、台灣 其實你都可以用我們的網站來看 當然啦 如果香港的話 就一定是來門市那邊 試一隻手錶就最好 好了 我們又是時候要跟大家說再見 價錢那裏 你都可以留意我們的 description 我們都會寫完出來 好了 又是時候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